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严峻,3月31日,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请传媒时指出, 近来部分人士在强制检疫期间外出, 也有市民违反禁止在公众地方进行多人群组聚集的规定, 大量执法工作令抗疫摆上加金。 林郑月娥说,自3月19日至今, 特区政府一向海外敌港人士发出超过5万张检疫令, 但目前发现70多人违反检疫令。 他强调,特区政府对这种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政策。 林郑月娥指出,以身事法会带来严重后果, 30日裁判法院就3宗违反检疫令的案件做出裁决, 3名被告全被判处及时监禁, 刑期最长一宗入狱3个月,而且会留下案底。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宣布,出豁免情况外, 自3月29日起禁止在公众地方进行多余4人的群组聚集, 这一政策为期14天。 林郑月娥表示,警方已经加派人守在各区巡逻, 并进行了口头解释、劝语和警告, 稍后不排除不经警告, 并向违规人士发出2000元定额罚款。 如果市民自律守法,我们就不需要大量的执法人员, 也都不需要在执法的过程里面, 大家发生一些冲突。 当然特区政府会做好我们的工作, 包括公众的宣传,教育, 或者透过一些雇主的团体, 透过一些总领馆去相关的群组那里, 希望呼吁他们尽量在这段时间, 避免有一些多个4个人的公众聚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